我要进这个后谊访美 我们的这个相关讨论之前 我还是很快的请教波及 就是淡的这件事情 你觉得对政治的影响 对选情的影响 我先跟那个编辑讲一下 不要再用那个700亿了 因为那个是不精确的数字 那是乱 那是我 我仿造农委会的逻辑 乱猜一个数字而已啦 你刚刚算的 我只是我只是随便乱算 我是说当今天 你用农委会的逻辑 你用农业部的逻辑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可是那个根本不精确 可是呢 重点就是这两年蛋变贵了嘛 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 有没有每颗两块钱 涨不上去这个逻辑何在 所以我只是试串给大家看说 那我们的这个蛋价涨了 难道你这个农业部 不用还我们吗 就是这样的概念而已 所以那个700亿不是重点 好 那再来我必须要讲 这一次的现阶段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昨天 昨天的会议 陈吉仲没有郑文燦 没有什么王必胜 昨天是只有农业部 今天突然增加了 这个从副院长到食药署 那就表示概念不一样了 昨天只是针对进口鸡蛋的议题 这个党团要希望能够有个说明 后面他们发现 哇越搞越大洞 很多问题都搞不清楚 所以呢要把它再多一点东西了 因为又已经查到 不只一家有混蛋的问题了 好 那就变成政治议题 像比如说 郑文燦在现场 很明显就是他要了解 现在危机到哪边 他接下来要怎么控管嘛 好 那所以比如说 像礼拜五续产会 根本不会到立法院啦 依法就没有财团法人 到立法院去背询的这个潜力啦 这个是毫无疑问 所以林聪贤会继续躲着 他不需要出来啊 他为什么要出来 他出来有什么意义 对啊他会觉得说 你陈吉仲在学院帮我挡子弹 挡得很好啊 所以整个整件事情 在野党的监督是没有意义的 我必须要讲 包括那个挂那个布条什么 什么支持什么民进党就是支持 投给民进党就是支持陈吉仲 这个标语真的很烂 如同刚刚徐晓芸讲 这个标语太烂 陈吉仲哪位啊 你可以说投给 我觉得徐晓芸刚刚讲比较OK 投给这个民进党就是支持 支持买坏蛋进坏蛋 支持有混蛋 就是用这样的概念 民众一听就说对啦 我的蛋的问题就是 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嘛 那为什么不直接说 下架坏蛋拒投民进党 对之类的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人 国民党的文宣部队 太在意陈吉仲了 陈吉仲没有选举过好吗 陈吉仲是什么咖啊 陈吉仲的仇恨值这么高 赖清德的民调有因为这样 调到他的三成以下 没有 其实你说像这个 现在赖清德 他了不起三成五 差不多了啦 差不多了 不会再往下了 不是就是回到他的 这个基本面了嘛 就过去他那个天花板的效应 就是大概在三成五左右 他就停住了 那这个就是表示说 基本上赖清德能够 这个 这个 他应该说 他的优势 原本可以冲到四成以上的优势 在这段时间又消耗掉了 好那可是这个消耗掉 在在野还是分裂的状况下 他还是躺着群啊 很多人说赖清德很危险啊 什么要做起来了 要站起来了 告诉你没有 民进党还是这样 不然怎么可能 这个部长不用下台 不然怎么可能到现在 他们还可以讲一堆谎话 因为有恃无口 因为再也不团结 就便宜赖清德 就是这样的概念 不过不过今天 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是侯友宜他到的美国行 他的友宜之旅 他华府行程其实进入第二天 那他先到华府的部 金斯学院 有延缩20分钟 然后有些会议 全程不开放 好我们看到呢 当然我们有听经由转述 包括这个是普雷哲 说侯友宜直接和美方专家交谈 他是这样形容 他说我可以说这是一次 非常引人入胜的讨论 内容非常充实 从中获益良多 好那么另外还有葛来仪 葛来仪也讲 他说其实这是我第一次 跟侯友宜见面 那会议内呢 其他专家可能也都没见过他 所以大家想了解他 这是一个让大家都可以 更理解他的好机会 他说侯友宜准备得很充分 对问题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论述 这真的是一次出色的对话 所以我的印象是呢 他已经深入考虑到一些 他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了 好先看到这边 那到现在为止 他当然这个是 这一此行的算是 也算重头戏吧 那现在行程也走了差不多了 所以分数应该也出来了 波及打几分 比如说他支持访美 大家都关注了两个点 一个能见度确实提高了嘛 另外一个美国对他的信任度 也有跟着提升吗 如果没有看中天 可能不知道侯友宜在美国 差这么多 我讲真的啊 你知道那个友台有某节目 就讲到说这个 因为他们在讲高宏安嘛 然后呢这个民进党立委林俊宪 他说我以为今天要讲侯友宜去出访 然后呢那个叶元支就补一句说 他在纽约了 然后现场就哈哈哈哈 结束了 有谈到啊 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所以我老实说啦 尤其在鸡蛋现在状况 你会发现 连侯友宜都要在脸书上面讲鸡蛋 对他都是让岳阳跨 他说我要追查 为什么 因为老实说啦 出访的效应就好比 赖清德出访的时候 其实在国内新闻的效应也不大 如果没有蓬勃的专访的话 赖清德出访的效应很低 他最后是靠哪一个冲高他的曝光率 是跟萧美琴的合照 所以这个出访这些什么 葛来伊怎么肯定啦 谁怎么肯定 这些什么闭门座谈 老实说那个是给内行人看的 一般选民不在意 请问我为什么要知道你的这个什么什么 3D什么战略什么什么 对于国民党对于民进党这种所谓的传统 有执政经验的政党 外交的这个政策不会超出一般人所预期的轨道之外 很难啦 除非今天像陈水扁变成美国说的他是麻烦制造者 或怎么样他会制造出国际上的一些逻辑上 就是说对他来讲 就是他有一个不可预期的风险的时候 他才会被国际抵制 可是像这种就是说过去 侯友宜最多他是 人家不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 可是呢他后面后面的团队 就是国民党的这些智库也好 或是外交的过去这些外交官 或是说这些台美 或是说两岸的这些学者 都会成为他的智库 那他在这个后盾下面 不会有太多的意外 所以这些表现我觉得都会很合理的过去 就是一个过场 那回来之后你说民调会不会因为这样 哇飙升 不会 我认为不会 完全不会 很抱歉 很多的这个蓝营的说 哎呀等到侯友宜回来 我们的民调就会超过 这个侯友宜超过 现在他们的说法是已经超过柯文哲 就会超过赖清德了 不可能 不可能 现在只有在野整合 才有机会跟赖清德PK 不会因为一次出访没有机会的 可是侯友宜必须要证明 他对外交这个他最过去最少人 认为他有机会有能力处理的这个领域上面 他要得到一个至少是 原来外国媒体对他是肯定的 这种叫做经济选民 而且是理性的选民 才会说原来侯友宜在这块不是草包一块 才能够化解这一块的疑虑 可是大部分的选民根本不在乎 我还是要强调 大部分的选民根本不在乎侯友宜 在哪在美国在日本在哪一个国家 甚至他不在新北也没有也没有人在乎 可是现在大家在乎的是 现在的这个鸡蛋的风暴一样 或什么侯友宜的角色是什么 比如说新北查到一个仓储的问题 查到一个混蛋 原来又觉得你新北是有在为人民持安把关 我觉得这个形象比去美国被美国人称仗好太多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的国际牌还是要打 现在拼外交来讲 包括他到了华府布鲁金斯学院 普瑞德还有格莱怡对他的评价都不错 同时后已造访了AIT华盛顿总部 有AIT理事主席罗森伯格出面接待 停留大约一小时 两个人有护赠礼物 侯友宜送他这个官公帽 罗森伯格送上蜂蜜 那这有含义的是指甜美的祝福 侯友宜同时到国会接连拜会的 三位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 议员说想要借这个机会了解 他对美台伙伴关系的想法 那么由于侯友宜是三位总统参选人当中 唯一为警戒出身是警察 也让在场几位议员相当好奇 所以我想听听淑慧怎么看 因为截至目前为止 感觉对他的评价都相当的正面 那这个我还是也很俗气的 要直接问到说 那对啊 会帮他的民调加分吗 刚波基啪啪啪打我两耳光 说不会 民调不会 不然民调会不会加分 现在还是要看最后有几组人 大家还是会想看说 是不是有可能最后一组人 但是会对于说 止血这件事情是有加分的 之前确实我们不会言论说 有一批选民 他反正就是非绿 但是他在这个科跟猴之间有种 那他可能会觉得 民调党一直说 哎呀好有余子草包 不懂国际事务什么的 哎柯文哲看起来高大上 骂人 像连猪炮一样 然后又是台大医生什么的 可能这些所谓的知识选民 他在那个时候是支持这个柯文哲的 但随着柯文哲偶尔会来一下思言 然后怎么的 然后好有余又展现他国政的能力 跟外交的这个熟悉度之后 这些人又会重新再去思考 其实选举要的就是这个 你在想想看我 你再参考一下我 你不要放弃我 那这就有机会嘛 选举一定要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每一次的得分 你不知道得多少分 但你就要一直去做 上一次去日本之前 这个民进党本来一致的 就在媒体上预先唱衰 觉得他说他出访一定就是个草包 一定讲不出个所以然等等的 结果跌破大家的眼镜 他在日本表现得非常好 那一次的加分真的是蛮大的 尤其是他讲台湾安全 日本安心这句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清楚 而且简单的定调 这个才是身为国际 一份子应该要有的态度 我们先照顾好我们自己 我们要搞好两岸关系 不要把全世界的人拖进来 跟你当朋友就是要被你拖进来 拖下水 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过去民进党就是 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 我们很危险 这些民进党就一直说 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 但是到最后是让全世界看到 我们很危险 然后一直告诉全世界 我们有事 你们就有事 你们就没有金援 你们就没有这个 你们经济就会怎么样 所以你们要帮我们 这个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口头上 会声援 但一旦触及到利害关系 真的有一些军事上的问题的时候 就你看乌克兰嘛 北约就在他旁边 北约有派出一兵一卒吗 他们还不用跨海 走过去就好了 但是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我可以给你钱 我可以给你武器 但是死还是死你家人 不要死我家人 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 大白话 所以郝永宜在那一次定调 讲出这句话来 我觉得台湾也听得也是舒服的 你为什么不正面去追求和平跟安全呢 而是要告诉大家 你们放心啦 我们有事他们也有事 所以他们会帮我们 为什么要这样去诉求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执政党的思维 告诉人家说 没有关系我们有老大 我们就去拼生死不要怕 这不对啊 你的执政党第一个 唯一的第一个要务就是让人民安全 让台湾安全 那这次去美国也是一样 像格莱伊讲的 他是有备而来 我相信他是有备而来 侯友宜的进办 侯友宜的智库里面 其实有很多知美派 知美派 你不管是金普聪 当过这个驻美代表 当时我就说 金普聪加入侯友宜的团队 除了纪律以外 更重要的是 应该是台美关系的补习 这个柯智恩 然后这个金普聪 然后江启臣 然后陈以信等等的 他的周围有很多知美派 会给他很多讯息 那他自己对这方面一直很有兴趣 也一直都在学习跟吸收 那天我听柯智恩委员讲的 就很好笑 他们会把美国所忧虑的事情 先跟侯友宜沙盘推演 然后会把一些 大家沙盘推演出来的 立场跟角度 录音录下来 侯友宜 什么时候都可以 一直去反复去听自己 自己想要讲的内容 所以他是有备而来的 这次的目的 除了展现他对于说 国际事务是有态度的以外 而且我们是有团队可以执政的以外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给美方跟日本一个讯息 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我同意 但是那是台湾跟美国 不是民进党跟美国 所以大家不要搞错 民进党每次很开心的说 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台湾换了谁执政 都会跟你关系很好 都会跟你坚弱磐石 你是跟台湾坚弱磐石 你不是跟台湾的某一个政党 坚弱磐石 不要忘了上一次这个政党 还是支持共和党的川普呢 支持到他们的中常委 有没有 到那个开中常委 还要戴一个川普的口罩 所以美国的朋友是台湾 不是民进党 那侯友宇要传达的是 国民党执政之后 国民党也会是美国的朋友 国民党也会继续跟美国打交道 国民党也会跟日本打交道 所以日本跟美国你们不必然一定要投资 或堵在民进党身上 因为民进党会是麻烦制造者 但是国民党不是 国民党希望的是 大家都是朋友 跟美国跟中国大陆跟日本 大家都是一个友好的关系 我们跟民进党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有两手策略 一只手我们还是要自我准备 把自己准备好 不管是经济也好 外交也好 军事也好 自己要准备好 你自己的身体要够好 可是另外一只手我们愿意去握手 我们愿意跟对岸握手 我们愿意去谈 这个是一个两手的策略 每一个国家全世界都是 但民进党只有 他的两只手都在干嘛 爆美国大腿 他的两只手只做一件事情 爆美国大腿 就这样子 这就是国民党跟民党最大不同 我们一样要让自己自立自强 可是我们另外一只手愿意先伸出去 跟对岸交朋友握握手 当然民党你要再怎么批评侯友宜 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 就是这一次的美国行侯友宜 比赖兴德见到更多重要人物的事实 那当然 所以现在这个绿媒也好 他只能开始打什么 打侯友宜访美出囚语录 比如说他接受媒体联绑的时候 因为侯友宜要提到老罗斯福总统 也曾经当过纽约警察局长 结果他说要以他为榜样的时候 将这个老罗斯福讲成了老罗斯福禄 甚至这是他第二次口误 他第一次的时候讲成老农夫 那么另外还有包括侯友宜 在出席乔宴致辞的时候 他说他把这个 错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成了林肯的民友 民智民想 然后大家都在笑他 我先说了强哥 这个东西对侯友宜来讲会扣分吗 首先我觉得民进党是有宪法阅读障碍 侯友宜引的是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友 民智民想之民主共和国 这是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 你到底在拴什么啊 我真的觉得民进党 其实民进党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是 民进党人根本不看中华民国宪法嘛 就这么简单嘛 拿中华民国当菜瓜不用 你会拿这东西去笑侯友宜 就代表你没有宪法水准嘛 没水准嘛 一群宪法白痴在那边笑别人 他讲的就是宪法第一条 那接下来我讲侯友宜访美 我跟大家讲几件事情 其实侯友宜访美 你把它搭在所谓 最近的一连串的时序来看的话 你至少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美国方面对侯友宜是友善的 美国方面对侯友宜当选总统也是乐见的 看好 但美国方面对赖清德 有非常强大的疑虑 从一件事情可以感受出差别在哪里 我问大家直接问 侯友宜去美国前跟去美国后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人设上很大的差别 没有啊 没有啊还是 然后也说他是警察 然后还是出现他的一些人的特殖 他一样是 还是所谓的那个 就是我们讲清美河中的路线嘛 对不对 调子也没改 对调子都没改啊 国家论事也没有改变啊 对不对 他的国防政策也没有改变啊 对 他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改变啊 人设差别翻天覆地 大翻盘最大的是谁 就赖清德嘛 赖清德为了真是防美 我跟你讲 他祖宗都卖掉啦 排位都砸掉啦 他为什么会特别在出访前要安排专访 刻意强调我不是台独今孙 他是靠台独起家的耶 台独今孙 讲他台独今孙是羞辱他 他是台独万岁爷啊 拿台独万岁的牌子的 他在防美前要 竟然要用砸自己祖宗牌位 来去跟美国交心 你看美国都在疑虑多重 美国都在疑虑多重 到美国之后 直接把台独三耳光 台独没有入境 你没路逃走 台独全部跳海去 背叛台独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 人设整个大崩坏 整个大跳跃 因为美国不相信他嘛 他就必须做做很极端的动作 来去切割台独 然后去向美国交心 否则你去想赖清德为什么 说实在话 一去走进白宫 白宫 真的没什么了不起 这句话说真的 只是个修辞学 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走进白宫 我跟大家讲 我们都可以走进白宫 白宫有开放时间 人家参观 你到美国去登记一下的话 只要排队时间 你可以进白宫参观的 走进白宫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他几个走进白宫 就被美国删耳光 删到他怕得要死 最后只要怎么出卖自己 祖宗是排位 才去出来大拉拉 那一场专访 我跟大家讲 那场专访只有一个重点 也只为这个重点接受专访 就是否认他是台独精神 那再接下来你就去看说 今天侯友宜在美国 所接受的待遇 所见到的成绩 包括说你说AIT主席 你不要讲街机 你连参加桥宴什么东西 他也都是全程陪 这些其实都是代表说今天 而且你看美国几个 非常有指标性 不管普瑞哲 葛来仪 这些美国的 比较重要的 对台研究的专家 对侯友宜也是肯定有加 对啊 所以你从这种种 你今天看起来就是说 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美国基本上对侯友宜是信任的 好 那接下来我再讲 对选举影响是什么 我承认像杨明说的 抱歉啦 对民调我也不认为 有什么太大的加分啦 可是呢 他在有些地方长期上 其实是可以清除一些路障 为什么第一个是确保 一件事就是 美国在这次总统大选 看起来至少 我认为会保持中立 显然不会像大家在之前 尤其2020年 2020年 抱歉 美国是整个跳进去去押保 押那个蔡英文 不要讲押保 就是整个跳进去去押蔡英文 挺啦 抱蔡英文 扶蔡英文 那时候你去看 因为反送中那个浪潮打到最后 你连 我就要讲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你知道美国跳进来到什么 升到什么程度 王立强的事情 有没有美国因素在后面 有 有没有澳洲因素在后面 那么扯淡的事情 瞎扯淡的事情 可以跟陈其中瞎扯淡 媲美的事情 王立强事件 在当时其实是 国际炮制出来的一个闹剧 但是对他的选情有没有影响 就有影响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美国的态度 跟现在美国态度就不一样 为什么 美国说真的 美国虽然美中是处在对抗的状态 但他对抗是要一个可控管的对抗 对 而赖清德是一个不可控管的对抗 会在他当选中会产生 所以不是只有今天我们看这访美这些 你大家看这所谓的门道而已 看热闹而已 对不对 我跟你说举个例 你看最近 美国几个政要 要参选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 他直接有讲 直接讲说赖清德盖拉格 直接说赖清德如果当选 就明讲赢了以后兵凶占尾 非常危险 局势极度凶险 贩卖战争恐惧 要不要国安法办他一下 贩卖战争恐惧啊 美国对目前美国 其实对赖清德是有很大疑 但是这疑虑 对我说真的跟赖清德意识形态有关 还跟一件事情有关 赖清德被中毒中很久了 下毒下很久 我大概因为疫情期间 我之前常去美国做巡回演讲 我光美国去演讲过程是 三四十个跑不掉 我是开车一个一个城市去巡回演讲座谈的 我在三年多前的时候 经常大概每年或每半年去巡回演讲 我在那边就已经有听到 美国侨胞就说 其实我们亲爱的这个驻外单位 我们萧大使主导的驻外单位 其实那时候对赖清德意识 已经有很多的下毒了 你知道吗 所以那时候其实在美国 其实要谈到赖清德 就已经那依赖论 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是来自于民进党内部啊 自己人 因为最近说这我们没有这个 台湾那时候没有这个动机 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角度 角色会去想去给人做依赖论 依赖论不是来自于蓝营 不是来自于所谓的在野 依赖论最显示的源头 大家还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 刚开始就是来自于民进党内部啊 那是蔡英文跟赖清德内斗的一个移序 就出现开始依赖论 要去损赖清德 伤赖清德 是下手下得非常重也非常久 达到现在 那美国就真的依赖了 所以因此看侯友宜这次出访啊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 第一个 索友有讲到 他证明他有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那第二个是什么 其实某种程度 也确认了一件事情 美国在这次总统大选 至少会保持总理 好 那我们来看看民调啊 这个是关键公司的民调 三角都或是四角都 赖清德算都是第一名 但是都跌破三成 都是一个拿到29.2 一个是29.4 在三角都的部分 侯友宜是21.5 柯文哲19.6 在四角都侯友宜18.4 和柯文哲很近误差范围之内 柯文哲16.7 那当然这是上个星期呢 这个中时新闻网的民调中心 所做的最新的搭配组合的民调 不管是侯柯配或柯侯配 至少都赢赖萧配 将近9%到10%这样的一个差距 而且再加上来看封传媒的幕后报导 就说柯文哲现在完全排除 跟郭台铭合作了 主要也是美国不希望 选票上出现他的名字 好所以现在当然我们 今天刚刚的这个线上民调 问的就是问蓝白河 蓝白河现在是指上谈兵 还是已经有进程了 包括来因知情人士透露朱立伦下定决心 等到侯友宜返台之后 就会把蓝白河正式端上台面 目前国民党中央初步规划 从10月到11月 总统登记前的50天之内 将和柯文哲分三阶段进行谈判 第一阶段 以寻求政策理念共识为主 第二阶段 谈判以立委选举合作为主 第三阶段 谈判是否共推一组总统人选 进入了深水区 波及 其实这个终究是要走到 最后的整合的阶段 那只是时机点 在这个时间点 看起来 现在整个整合的脚步 就是所谓的蓝跟白 那我相信郭台平先生 现在基本上就是 被边缘化的一组人 那这个在野的整合 这样的一个力道 到底对整个选举来讲 会不会造成一个关键的 那个叫转类点 就是说整个选情会改变 就是要靠在野 有没有办法整合成功 当然他们讲那个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细节 大家都以为说 哎呀不是就坐下来 哎呀好啦我当政的 你当富的啊 什么大哥让我当四年 我就觉得不是不是 这种政党跟政党之间的合作 难度其实非常高 非常高 我是非常悲观的 在野虽然说我认为说 在野应该要整合才有机会 跟挑战民进党 但是问题是 现在在野里面有太多 本质上的差异 比如说如果今天讲彼此 像侯友宜跟柯文哲 提出的政见类的 这种所谓的政策的磨合 相对来讲容易比较多 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大致上都是 比如说要服国立民 要这个比如说这个 核电要重启 还有就是就是 基本上大方向差不多 但是可能有几个 彼此是没有办法 达成默契的 比如说柯文哲支持安乐死 柯文哲支持代理育母 这个部分我相信 国民党很难接受 你可以问问旁边 有淑慧跟这个罗志强 强哥如果问他们 要不要支持这两项政策 可能就会有疑虑了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 第一个你政策上面有一些 如果今天要变成合作的话 你要变共推政策 那你之前讲过的政策 还算不算数 所以这已经是一个 其实政策 即便你说共识相对大 可是里面都会有一些 深水区了 政策都要整合 再来讲立委 立委选区 当然有一些选区 当然相对比较好处理 比如说像这个 强哥的选区 游淑慧的选区 民众讲说 我们全力支持国民党 很好很好 那可不可以你新竹 你振振前退选 支持我们的柯美兰 好来了 深水区来了 对 就是你 人家振振前是现任的 你有没有机会 你不要是不是 那我们就选 那柯美兰就选 来振振前一起死 好这时候你看 到这一关可能又谈坏了 然后呢最后 如果前面两关都过关了 最后好了 200可以合 然后最后总统部分 谁让政谁让富 最后是用哪一个政党的民意 去登记 就有一大堆 其实很多小小的问题 最后都有可能制造 这个蓝白最后 没有办法整合的可能性 但是我相信现在 民意会推着在野整合的力量 就是民意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如果很多民调都显示 有六成以上支持政党轮替 有五成以上支持在野整合的话 我觉得 这股力量 如果两个主要政党的这些领袖们 没有把这样的民意展现的话 未来不只是民进党继续连任 在野党会全面被民意唾弃 你们可能在野 这一次你看起来 你说我们数一次下政党回来 很抱歉没有了 接下来这些民意对在野阵营彻底 失望 可能以后这些在野阵营 在野赢不回政权了 我说这个才是更可怕的 所以民意的这个动能 到底能够让这些在野党的领袖们 接受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有一个 我观察到了 就国民党其实有 比如说这个地方执政 还有这种所谓的中央的这种官僚 的培训 过去比起几十年 国民党培养了很多优秀的 所谓的可以做政务官的人才 或是有很多的智库的学者 这个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治国的人才库 这是民众党导致说缺乏的 你从民众党这一次在新竹 跌了一跤 这一次就看得出来 民众党连一个城市的治理 都会跌跌撞撞的时候 那对柯文哲来的 他说他要联合政府 那其实国民党可以提供 柯文哲足够强力的人才库 可是问题是 如果既然是国民党要提供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国民党 自己人做就好 所以里面有非常多这种细节 你看起来说两边其实是互补的 因为对侯仪来讲他拿不到年轻 40岁以下的这个制度 都是在10 他都大概只有拿到一成左右 一成上下甚至低于一成 可是柯文哲 这个40岁以下至少是三成几跳 那两边其实可以互补 可是这个互补的 那个粘合剂在哪边 我觉得现在就是要找到 这个粘合剂 如果没有办法真的粘合的话 最后可能就是两败俱伤 就是一起死 因为就是赖清德还是轻轻松松 但是从这一次鸡蛋 我觉得如果 任何一个比较能够看得出 现在整个台湾民意走向的政治人物 都应该要思考一个解方 如果今天还是执着在说 为什么我民调领先 或是为什么我民调这么高 不让我选到底 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的格局就是这么高 你未来会被台湾政坛淘汰 藍白河会被民意推着走 那说到了民意 我们今天的线上民调问到说 藍白河为什么这么难 其实大概有60%的人 选择的就是因为正负难解 那我们看到这个柯文哲妈妈 柯妈妈也说 哎呀正的才有实权啦 不过柯文哲呢就笑着回说 老人家的话听听就算了啦 所以淑惠怎么看 这个藍白河的三阶段 因为你最终阶段还是要讲到 谁政谁负 柯市长 我记得陈志涵吧 可能民众党的发言人 讲了一句话就是 民众党柯文哲没有当副手的 这个选项 这句话人家解读有两个解读 第一个是他没有当副手的选项 所以他要选正的选到底 第二个是解读是 如果说他要这个离让 或是要整合的话 他正负他都不要 这是另外一个 也就好好带领民众党打这个政党票 这是两种解读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解读 因为你知道政治人物讲话 都非常的有这个模糊空间 大家可以去推理 但是现在我觉得 如果只有柯市长跟这个侯市长的话 问题还比较好解决而已 但现在问题也是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不容易解决的 这个状况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这样跑基层下来 我常常知识者的心态有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有期待 您去讲讲的啦 一座会而已 然后再来就变成说 有一点观望了 好像不太可能整合了 然后再来就变成说不耐烦了 您是要讲不讲啦 不耐烦了 再来是变成说这个不期待 应该不会了啦 最后才是最惨的阶段 不在乎 你们合不合我都不投了 现在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出来了 你们合不合 谈不谈我都不投了 因为你们搞得一塌糊涂 赖清德看起来就是会继续执政 当走到第五阶段的时候 然后他们三个人如果突然醒过来 要退的退 要谈的谈的时候 其实民众已经不在乎了 而且支持者会固化 譬如说支持柯市长的人 像刚刚杨明说有些比较年轻 他根本没有政党 他是认人的 我就喜欢你这个调调 当你不选的时候 你跟我小以大意没有用的 年轻人你跟我讲什么国家民主 没有用的 我就喜欢阿伯这个鬼靠 你不选 不选的如果柯文哲没选的话 这些年轻选票两个出入 第一个留回给民进党 第二个不投票可以吧 不投票可以吧 不投票还比较好一点 这样没输而已 留回给民进党 就事情很大条 所以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 4.5阶段了 就已经从不期待 快要变成不在乎了 就包括说 连郭总连不连署 大家已经也都不在乎了 我自己的选区就是这样 你不要插味了 我们就自己选自己的 已经很多这种话 好处是 好处是 我觉得这样也好 但你一直被逼着要去谈的结果 大家就会一直觉得说 你怎么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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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现在国民党有一些支持者 已经会觉得说 没关系啦 我们就自己选自己的 对你提出八四两表 你提出这个 那个什么 另外那个是什么证件 老人健保 老人健保 还有这些外交的关系 你就去提这些政策 你就去做这些 那我们尽量去选 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区域立委 小鸡跟母鸡是联合竞选 不要说母鸡扛小鸡 小鸡跟母鸡 本来就应该要一起合作的 所以当已经现在走到这个阶段 我如果说比较阿Q的小鸡 对我的压力其实小很多 对我压力小 因为不会有人再来跟我讲说 哎呀 你要去跟他说 你要去跟他说 你怎么会这样 不会 我现在其实很多蓝营的支持者 已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就尽量去拼了 不要管了 可是强哥如果继续拼的话 你刚刚波吉也讲到 蓝白盒才会赢啊 其实淑菲讲 我跟妳讲 不是单一现象 我选区也这样 真的也是经历他讲五阶段 真的啊 我讲白了 你到最后其实我现在 每个阶段听到声音版本不一样 有的是连我一起骂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